得了宫颈癌前病变,就一定需要切除子宫呢? 张秦昌,西电集团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我们谈到的这个名词叫宫颈的癌前病变 实际上宫颈的癌前病变目前包含了我们临床上 在几年以前讲,叫宫颈上皮类流变 分了一二三,现在已经把这个分成宫颈高度上皮类流 和宫颈低度上皮类流 低度一般都不需要手术的 高度呢,我们需要通过活检或者通过力刀 来进一步对它进行诊断 如果说是冷刀,锥切能解决的 这个手术就自作宫颈的锥切 如果说真的遇到宫颈轻润性癌 范围已经更大了 单纯的这个宫颈癌前病变 我们一般做锥切以后明确 锥切边缘没有问题 年轻人我们就手术到此为止 如果年纪大一点的 有要随访过程中困难的 或者长期的HPV 高危险感染的可以考虑做子宫切除 专家提示 一,宫颈癌前病变 在几年以前叫宫颈上皮流变 分成宫颈高度,上皮流高度和宫颈低度上皮流 二,低度一般不需要手术 高度需要通过活检或利谱刀进一步诊断 或用冷刀锥切解决 三,单纯的宫颈癌前病变 一般做锥切,以后明确边缘没有问题 四,如果年纪较大 HPV高危险感染的 可做子宫切除